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怎样上位 很多年轻人说世界没有机会 上不了位 其实我自己不是这样看的 其实你要上不了位 其实就是跟你同年龄层的人 去做一个比较 如果我是上司或者老板 我看一班二十多三十岁的人 三十多四十岁的人 我就会跟他们做一个环比 看看哪一个是最出类拔萃的 最出类拔萃的有几件事我们要去看 第一个就是中成岛 究竟你是不是对公司或者企业中心 这个通常一个人要去看另一个人 要成为自己的心腹 通常是要花两到三年的时间 才会给一些真心话 领导才会给一些真心话 或者给一些重要任务 这个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因为你不可能一见面你 就说看得出你的才能 看得出你的本质 是不可能的 通常起码都一两年 看看你 给一些东西去试一下你 究竟是能不能做到的 这个是最基本的 如果你要去入权力核心 你不可能一下子就进入上书房 一下子就进入内阁 这个在小说里面就是会的 但是现实里面 我想应该是万中无一 所以一定是用时间 那时间会看你什么呢 就会看你勤不勤力 勤力就是说 你究竟 你花了多少功夫在你的工作里面 尤其是你那个准不准时 即是上班准不准时 因为上班准不准时 其实已经是最基本的要求 那我以前上班 我是给 譬如回九点 我通常八点三四已经回到公司 那有时吃完东西 有时就在一边吃一边看报纸 那跟老板上班的时间差不多 他又是八点三左右 那为何要这样呢 第一件事就是 你早点回去的时候 人会清晰一点 还有 有些资讯 你吸收了的时候 你会是 即时会有反应的 尤其是在商业的角度里面 所以今时今日 我都保持着很早起床 我通常都是五点多起床 用一个小时看了 整份信报 那才有充足的资料 去做事 那我八点松一点 已经是回到公司 拍片 拍几条片 做些储备 那这些 没有人去督促我 因为现在已经是自顾人士了 但是都是这么惯常他这样做 那这个是一些习惯来的 那一个叫做 首识是一个最重要的 第二 就是说你要 站在一个角度 就是从你那个老板的角度去看东西 就是他 为何要求你这样做 那你又要做些事 就符合老板的要求 很坦白说 真是叫做揣摩老板的意思 那很有趣的 世界上有些老板 是容许你比他能力的 有些老板 是容不下你的 即是他觉得你的能力 是会影响到他的地位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我就劝你 真真正正这个企业 或者一个公司 是不适合你 那你就要去 要去真真正正 去另谋高走 因为 你怎样都会没有运行 即是如果你是要上位的时候 那如果你老板是这样的时候 你是一定会是 有很大的麻烦出现 因为世界并不是 每个人都会是 想进步 有些人是甘于 在他的位置停滞 没办法 每个人的滞遇都不同 如果他有这样的阻挠的时候 他逼你出去 去找另一个地方 去寻求一些 新的突破 也都未必 不是一件好事 世界上的事 没有说 由打打一份工 一定要最后都打那份工 世界上是很少这些人 不是有那么多个汪娃姐 那些这样 那通常都会转工 汪娃姐都转过工 那这些就是 讲怎样去上位 最紧要就是说 刚才我说了两件事 做得给你的同辈出色的时候 你自然就会上位 尤其是今时今日 很多年轻人是在埋怨的时候 而你是更加抵得想的 你做的事 你做足百二分的时候 那老闆其实是很难不给你机会的 除了在政府之外 因为政府是在说 不要犯错 不要那么进取 因为在那个文化 是不容许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很进取的人 你就不要想着在政府里面 平暴清雲 因为他们那个 KPI或者效益 不是跟 接职 或者是 其他表现去挂勾 只不过 一直在 这么 几百年几千年 都是在说 政府里面都是在说 结党 谁是谁的门帝 对不对那条鬼脚 那条鬼脚上升的时候 你跟着上升 这些是 叫做官门玩的游戏 官场的游戏 和商场玩的游戏 就是两码子的事 那你要认清楚 商场的时候 如果你是有价值的时候 其他企业 也都会找你 这个是我自己 几十年来看到的 轨迹 今天想讲的 上位的 我的看法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 拜拜